大家好,我是婉君 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欢迎我最近参加了 西亚南达导师的Paramashvohan 的第三集课程 其实我只是参加一天的课程 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些模式 我需要突破,我有很多的不圆满 所以在参加这个课程之前 其实我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改变 以及很多的发觉 就是察觉到自己的一些不圆满 所以整个过程其实蛮多的感触 然后也蛮多的新的一些体会 那一直到我能够顺利的参加这个课程的原因 其实一个主要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强度 非常非常想要参加这个课程 就算你参加一天,我都一定要上 所以我就是抱着这样子的信念 我一直在让自己有更多更大的提升 所以一步步就走到这一天 我就好不容易参加了这一次的课程 那这一天的课程里面呢 其实就正好那天的内容 那天的内容其实就正好讲中了 我一直以来在逃避的一个最大的课题 就是领导力 领导力 领导力 这个领导力其实也并不是在说 我们要如何成为领导人还是怎么样 它其实主要是要讲说 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其实要成为自己生活 我们这个生命的领导人 对于周围的人 我们也是,只要我们很负行的责任 我们也是领导人 或者是我们要主导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 主导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主导我们外在的身份 外在的认知 一切一切其实都是在关于这个领导力 我们要领导力的意识 然后我们才能够突破 然后我们要拿起这个责任 才能够让自己一步一步的 对身边的人有更多的贡献 更多的奉献 我们可以丰富他人等等 所以这一天的课程里面 我真的起步蛮大 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 我觉得是最不愿看到的 就是这个关于责任的这个问题 我最不愿看到 关于拿不起这个责任去面对一些事情 所以经过这一天 只是一天那十多个小时的课程过后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感触 是想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会更加的鞭策自己 然后让自己一直跟这个责任 这个复习的这个责任 这个领导力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致性 然后也可以从中呢 慢慢的除了能够领导自己的生活以外 也能够领导我的家庭 包括我的家人 还有可能身边的朋友啊 同事啊 那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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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